好我們前面是要用文字的方式呈現水溶性及子溶性癢分被小腸上面細胞吸收的機制 我們接下來用圖形的方式來呈現水溶性子溶性癢分各是如何被吸收的 我們先從水溶性開始講 好那講到之前要先講一下背景 我們的細胞上有很多很多的鈉甲邦土利用分解耗掉ATP 三鈉出二甲劑 三鈉出二甲劑 最後建立的就是我們細胞裡面的鈉離子濃度非常低 所以是不是建立了細胞外鈉多 細胞內鈉少的鈉離子濃度體度 好這個濃度體度很關鍵先留下來 我們故意讓細胞內鈉很少 是透過主動因素耗能的方式 讓細胞內鈉離子少 所以一旦你的小腸內有鈉離子存在 他是不是就很想進來 他如果進來了我就要給他一個孔道 這個孔道我讓某個東西跟著他一起進來 不就可以透過鈉離子建立的濃度體度 來幫助這個問號被打進來嗎 這個就叫做刺激主動運輸 各位還記得嗎 刺激主動運輸 好那這個問號會是誰呢 就是我們今天的水溶性兩份的主角 可能是葡萄糖可能是氨基酸 寫個氨寫個氨 好那我們就把我們的水溶性機制 穿過第一層膜講完了 先透過鈉甲邦埔建立鈉離子濃度體度 透過鈉離子濃度體度 而使得同向協同運輸蛋白 可以把葡萄糖或是氨基酸打到細胞內 好第一層膜講完透過的是刺激主動運輸 但如果今天是水呢 水被吸進來 那水一定就是促進性擴散 所以前面的文字才提到 為什麼這個第一層膜 我們透過促進性擴散 或是阻斷運輸 我們這邊看到了 阻斷運輸就是指刺激主動運輸 而水的移動是靠促進性擴散 好第一層膜搞定 接下來看第二層膜 一旦你細胞裡面的葡萄糖跟氨基酸 被打進來之後濃度過高 濃度高了 這些葡萄糖和氨基酸 就可以順勢的穿過第二層膜 當然要透過蛋白質孔盜 為什麼會細胞內的葡萄糖比較多 氨基酸比較多呢 原因是 當葡萄糖和氨基酸 跑到的龍毛腔裡 會立刻被微血管帶走 微血管假如是降流進降流出好了 所以你的小分子兩分一旦進來之後 馬上被帶走 馬上被帶走 不就維持了你的龍毛腔內 有低濃度的葡萄糖與氨基酸 好那既然裡面濃度低 細胞內濃度高 那葡萄糖和氨基酸 不就產生一個濃度梯度 所以從細胞內打到龍毛腔內 直接順著濃度梯度就行 所以只要有蛋白質孔盜 就可以進行促進性擴散 促進性 好所以我們把水溶性量分分為兩層膜 第一層膜可能是刺激主導 或是促進性擴散 第二層膜就只有促進性擴散 好水溶性量分講完 就這樣 一旦你出來 就另外出來馬上被帶走 一出來馬上被帶走 一直維持龍毛腔內的 水溶性養分的濃度很低 我寫錯字就是腔 龍毛腔 那我還是再加強一下 龍毛腔不是個空間 裡面不是空氣 裡面是很多的結地組織 填充在裡面的 好這是水溶性養分的說詞 講完了我們接下來看子溶性養分 子溶性養分為了表達方便 本來的三酸甘油脂我畫是這樣子 好那這個是單酸甘油脂 這是脂肪酸 一條橫線就是甘油 三條直線就是三個很常練的脂肪酸 它會切割分解成單酸甘油脂 跟兩個脂肪酸 那這些單酸甘油脂跟脂肪酸 會進入到小腸的上皮細胞 直接靠簡單擴散就可以了 因為脂溶性養分就可以自由進出細胞膜 簡單擴散 好但是你進來之後 這些單酸甘油脂跟脂肪酸 單酸甘油脂跟脂肪酸 會在細胞內被酵素催化成三酸甘油脂 再加上膽固醇寫個蛋 再加上蛋白質寫個蛋 這些物質全部合在一起 形成乳米小球 乳米小球是一種子蛋白 而乳米小球會被我們的高激勢力包起來 高激勢力包乳米小球的時候 往前移動被什麼推動 細胞骨架運輸囊炮 使得囊炮運到磨熱 磨跟磨融合 就發現的乳米小球吐出來了 好這個過程叫做包吐作用 好的所以第一層模式簡單擴散 第二層模式包吐作用就完成 好那接下來這個乳米小球 就是往前進往前進進入到中間的乳米管 這個乳米管其實就是一種微小的淋巴管 叫微靈管 就進入到了我們的乳米管就被運輸了 所以子溶性的養分是透過形成乳米小球 乳米小球呢最後用包吐作用進入到龍華腔 最後是由乳米管 把乳米小球運輸走 所以這個微靈管為什麼特別叫乳米管 因為它吸收及運輸乳米小球 好那子溶性養分就進入到乳米管 然後就被運輸走了 這個乳米管就匯入到比較大的淋巴管 最後匯入到胸管 然後最後匯入到左胸骨下筋 就回到靜脈血 最後回到心臟了 以上是水溶性子溶性養分 運輸的機制 機制到這邊還有一些細節沒有講清楚 比如說 為什麼水溶性養分是用微血管運輸 因為水溶性養分是小分子 分子很小 當分子一出來進入到微血管 立刻被微血管帶走 它根本沒有機會進入到中央的乳米管 在外面的微血管網 在龍毛微血管網 就被吸光了 可是為什麼乳米小球 不透過微血管運輸呢 這我要解釋 因為微血管的內皮細胞 排列的比較緊密 所以只有小分子可以進來 乳米小球很大顆 根本進不去 所以微血管只能吸收小分子養分 乳米小球這麼大的分子 它無法吸收 可是乳米管不適合乳米管的內皮細胞 距離比較遠 而且還有半膜 距離比較遠 而且有半膜 所以乳米小球容易進去 進去之後出不來 乳米小球可以進去 進去之後出不來 所以乳米小球 路過微血管時根本進不去 只能到中央的乳米管進入 然後就被帶走了 好 所以也解釋一下為什麼 是由乳米管運輸水溶性養分 為什麼是由微血管運輸水溶性養分 因為分子代價不同 乳米管運輸的乳米小球 是溶於水的 它叫紫蛋白 蛋白只是肩面活性器 一手抓著紫質跟膽固醇 一手抓著水 乳米小球是溶於水的 所以不是因為它是紫溶性 不能進入微血管 因為乳米管也是0.8億 0.8億也是水啊 這些全是水溶液的狀態 全部都是水溶性的分子 就算是紫溶性養分 也變成乳米小球溶於水了 那為什麼只進乳米管 而不進微血管 是因為顆粒大小 小分子可以進入微血管 而大的乳米小球 只能進乳米管 以上我們用這個圖 水溶性、子溶性養分 吸收機制講完 好的 最後解個位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以前所學過的 跨模物質運輸機制 這邊全部用上 我們快帶給各位聽 哪裡用上了 我們以前學到物質要進入細胞模 可能透過簡單擴散 可能透過促進性擴散 可能透過主動運輸 四級主動運輸就是主動運輸 還包含了透過囊炮 比如說包吞、包飲還有包吐 這是屬於囊炮運輸 比較大的顆粒 是不是都學到了 好那我們學過的那個 那個什麼 產生的ATV用在哪裡 我們說ATV能量用在於三個地方 生化合成、機械性運動 以及主動運輸 我們這邊也都看到了 我們看在哪裡呢 生化合成在這裡 單酸甘油脂跟紫毛酸合成 三酸甘油脂 再跟蛋白質跟其他兩部層合成 我們的乳米小球 生化合成 組裝成大分子要耗難 主動運輸耗難 還有誰 機械性運動在這邊 機包骨架推動 囊炮移動 最後囊炮跟磨融合 包吐作用這個過程 是屬於機械性運動 也耗能 ATV 好 生化合成也耗能 那這邊的次體主動運輸 雖然是間接耗能 透過納甲幫部 但它也耗能了 屬於主動運輸 所以就這麼巧 能量的去處 三種去處 以及跨模運輸的幾種運輸 在這邊全部都看到了 所以這個例子非常好 很適合來考體育組 來考跨科的題目 好還有什麼好玩的點呢 我們屬容性的養分 經過第一層模 要耗能 四級主動運輸 經過第二層模 處理性的過散 不用耗能 紫容性養分 經過第一層模 不要耗能 是緊張的過散 但第二層模 叫包吐作用 屬於機械性運輸 機械性運動 也耗能 就這麼巧 水溶性養分 跟紫容性養分 都要穿過模兩次 而两者都刚好是一次穿过膜不用耗能 一次穿过膜要耗能 耗能有的是主动运输 有的是机械性运动 耗能的方式还不一定一样 但都是一次耗能一次不好能 非常的公平公正 以上水溶性脂溶性养分 运输机制我们就说到这里